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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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都很黑 珠海 唐嘉湾 我们要找一款 小吃 其实这款在广东很常见 茶果 茶果来到这一带 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叫做唐嘉茶果 这边的茶果是有自己的名字 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去找人看看 雨很大 现在糟了 看见你背影来到 是小火 都要入眠了爱的理想 就算是被世界被寂寞 放飘 北京加南 全身濕透 就找的就是这家了 老字号嘉洛官堂茶果店 居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 好地道的唐家茶果 有很多 这边有很多菜果 这些名字我没有听过 五指斩 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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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叶仔 你都是证我 阿enn 叶仔 叶仔 这位 这家店,你们来吃过吗? 有啊,有啊 有来吃过的 这家店会好吃吗? 我不知道 我们也没来吃过 这家店刚进来没什么人 但稍微坐下了 背正已经吹吹吹吹了 老板娘那边不肯让我们坐下 很烦我们广东人低调扯牛叉 但都闻到的 这家店开了三十多年 但这家店开了十多年 最招牌的就是叶子 叶子 叶子之所以有这个名字 都是我猜的 这些叶子包住 一款食物 两款不同 甜这款有芝麻 咸这款没有芝麻 先开始吃 鱼毛以外外面是尖米皮 但是它做到的效果 这个效果我用普通话 我都不懂 我唯有拿粤语来做 才是最贴切的 叫做尖人 那种拉拉扯扯的感觉非常好 而且煎米是大米的 它自己是没有味道的 很清淡的 但是里面的馅子做得相当不错 红豆沙 没有过分地比较 如果是喝茶就淡了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茶 凶饭吃 清淡淡的感觉 很棒 很好吃 很好吃 咸的味道 咸的味道 甜的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现在吃了多少钱 不好意思不离公公吃了 因为它最划算的价钱 四鸣鸡 广州鸽鸡鸡 一倍 八鸣左右 四鸣鸡鸡鸡 你当然不能和海蜜鸡 那些几十元一粒 但是就是四鸣鸡 它依然有一股 苦苦的鸽鸡鸡鸡的味道 就是糖水泡鸡鸡鸡鸡鸡 不是药材泡鸡鸡鸡鸡鸡 但糖水泡鸡鸡鸡鸡 算很有良心 很费 而酱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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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村民在这里吃糖水 我已经融入了这一片生活 如果买得起的话 那间店铺鸡,一碗龟苹果,两元一件叶子 甜味,口感,挺有意思的 这间店铺鸡是一种传统的味道 老店的味道,仪式的味道 这些是什么味道呢? 其实是一种很朴实的味道 真的会在这种悠闲的乡村的地方 不说乡村,稍微乡村的地方 你才能感受到这种味道 但我不敢想象会在我们的经济特区 在珠海这里住 珠海这个城市有趣的地方就是这里 明明是一种发达的城市 但偏偏有一种很悠闲 很他调的一面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吃货 有些好店铺推介给我们的说话 很欢迎你,马上加加我们关注 品城镜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到后台留言给我们 下餐饭是我们喜欢吃的 服装赞助方面是我们的MFR 希望更加之多的金主麻花 可以关注我们 赞助钓鱼竿,车,楼,各种 无所谓的 状态周,有吃完全世界的鱼 有鱼,让我钓鱼上来知道 不要教导别人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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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